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您按时收听 以及收看八方论坛这个节目 我跟你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大概在近两个礼拜以前 我还是依照习惯的 我常常会上网 找一些做节目的题材 题目或者素材 那么我碰到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吸引我 它基本上是说 这位他访问的对象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西方和日本 他们强调的是一种盘文化 盘子的盘 吃饭那个盘子 然后他说我们中国是锅文化 锅就是炒菜那个锅 他说所有的精华 都是隐藏在这个锅里面 就是和西方日本的盘文化不一样 我看了这个介绍 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在相当程度也非常的吃惊 因为这是一个 有关于饮食的专家的访问者 我觉得这位专家 他能够做出如此的结论 我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寻常 不凡 所以说我就起了这个念头 我希望能够尽我的能力 能够和这位美食专家联系上 经过了朋友的介绍 我在这非常感谢 经过这个朋友的介绍 经过他们的穿针引线 我终于和今天我们访问的对象 朱镇潘先生联络上 那么今天朱镇潘先生 就在台北的家中 接受我们的访问 首先要和朱镇潘先生 打示招呼 朱镇潘先生 朱老师您好 非常谢谢 史东先生好 谢谢您的邀访 不过我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我的名字叫朱镇凡 朱镇凡 对对对 非常抱歉 跟治国凡一样 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 昨天我跟你联系的时候呢 你就跟我讲了 你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关于这个 你和金门县政府 有一个合作的项目 能不能趁这机会 很快地给我们介绍介绍 朱镇潘先生 有关于这个项目的事情和情况 好谢谢 因为我今年很荣幸 应金门县政府文化局的邀请 担任朱镇作家 那朱镇作家的任务 就是写一本 有关于金门隐私文化 然后年底出书 到时候您有兴趣 我再想办法 汇证您一本 我会非常地荣幸 有关于金门的方面的事情 我也在看到其他的描述你的报道 他说金门是你的第二个家乡 这句话怎么说 相当于是因为第一个我当兵的时候抽到金马号 所以就到金门去了 然后在那里待着都没有离开过 在那里待了多久 待了一年九个多月 一年九个多月 然后后来因缘际会 去了金门二十几次 所以金门几乎走访各地 虽然是对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当然他的吃 吃了不少好东西 高中酒 但是也喝了很多上品 这样子 我正想问你 你这一辈子走过的地方不少 为什么金门这个地方 能够获得你如此的爱惜跟爱恋 其实最主要原因 我觉得人生真是因缘际会 我在金门也许就是 反而我也结交了很多金门的文友 一而再而三的就跟他们在一块 常有金门之旅 而且我深度的地方 第一个一般游客不会去 然后第二个 是我吃的地方是很多游客闻所未闻的 他们说他们小花生特别好 这样子 你说年底这本书会出来是吗 是的 我现在已经将近写完了 好 我们期待的看到你这本新的书出来 网上有关于您的形容蛮多的 这是另外一个形容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哪一年写的 所以说我不知道他所用的这个年数 对不对 他说57年以来 他说这个朱镇凡先生呢 他吃过了五万道料理 喝过上千种洋酒 大陆酒 还设计了几个大宴 这个大宴包括了红楼梦宴 有张大千宴 还有随缘时的 随缘时单的四季餐会 另外他还收了有这个 三十六位名人籍的女弟子 有很多问这个朱老师 为什么你专说你的不说难的 我想今天如果朱老师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解释解释 另外呢 朱老师也出版了三十本繁体书 十一本简体书 这个数字已经不对了吧 我觉得 现在是略有掌进了 繁体是三十二本 简体是十四本 繁体三十二简体四十四加起来 就是多好 四十六 四十六本 四十六本 那么 第四十七本已经交稿了 第四十八本 年底也要 也要结极成册 这样子 这篇文章进去介绍下去 他说虽然不是天天飞上云霄 但是美酒佳肴 神仙野寺的日子 也算是悠悠长长 眼下呢 还有吃不完的大雁小酌 以及赏不完的美女和书画 书画也是你非常强的一个项目 不能说很强 因为这方面的行家太多 我很喜欢写书法 当年也考上过美术系 哦真的啊 结果你去学法律了 是因为我大学之徒不是很平顺啊 第一年考到文化美术系 我本来想念 后来妈妈说 那个学费太高 你就如果师大就让你念 就我第二年改了性子 我就考上了文化哲学系啊 我那时候对哲学有一定的爱好啊 也读了宋元学案 明如学案 禁师路 不过都是读解本 还没有看到真正的中华学术的一面 第三年就考运 我也不晓得好不好 结果英文考零分 在那时候不能分发 所以我就到金门去当兵了 哦你是先当完兵 再回来再念大学的 是这样的 是 然后等到那个大学回来毕业后 就是那时候家父是司法官嘛 对 就考司法官 在当兵前 有你自由选择 回来之后你可要好好的正经理算啊 哈哈哈哈 做个容易找工作的戏来读啊 对对 而且我的弟弟堂兄弟全部都是读理工的 都是都不是读文史这一块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 希望我能够继承啊 结果这方面显然不是很成功 其实我觉得我想 我想这个朱老师 你现在人生走到了这个阶段 回头看啊 我想你会同意我的看法 我觉得一个有福气的人 是在人生的过程中 很早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人 现在从这点来看 我觉得老天带我不保啊 在适当的时机该出现的人就会出现 哦 真的是这样子啊 真的真的 同时我可能以后还会再有新的变化 但是还是以饮食为主 会走入更另外一个层次啊 你能不能透露一点啊 我现在想可能怎么样从哲理来看 怎么样把因为现在大陆方面有关于 现在这个时代从上讲故事 就大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 但是很多都有待查证 我希望能够慢慢的逐一离情 让它导致愚症 我以前想写一本中国饮食史啊 但是后来 第一个是琢磨人多 然后第二个 这我可能是想把我的自己的根基打得够深之后 再来进行这一块应该会更理想啊 我觉得从一个世界的舞台上来看 今天你要尝试的做了这个项目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工作 因为在世界的舞台上 你和其他的文化同样的可以说在竞争 或者是一种有性软性的竞争 你的如果你说我的文化代表是我的食物 事实上食物是任何一种文化 都是都是它的代表 中国中国的这个食物也是它的代表 所以背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哲学性的一种理论基础 或者哲学性的故事在后面支撑着的话呢 你的素论 你的饮食 别人对你的看法就不会更深入 以及走得更远 我不知道这个苏老师您的看法怎么样 是不错 所以我就在做很深的扎根工作 像圆梅的随缘石丹 大概是250年前全世界最棒的一本食谱 它里面有总论 就是我们所说的总论部分 就是须知丹跟借丹 你当个厨子 你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知道 然后你什么是不能做的 他已经把这个开宗名义已经标出来了 那我一生最大的职质 是把随缘石丹全部注解完毕 大概是第一则 第一个单元叫须知丹 总共20则 每一则大概是数十字到上百字不等 我花了19万字 两年半的时光才把它注解完毕 那现在因缘际会 我又在注解第二部分叫做借丹 现在已经开始在写 预计明年底也要全部写完 朱老师在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 你自己觉得对你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提升了我自己的内涵 最主要是人生就是一个是价值 一个是价格 价格是别人来定 价值是自己可以体会的 很好 也是无可取代跟比拟的 很好 有一个问题 我准备在节目中等一下再问 但是今天你提出来的这个事情之后 我觉得是一个很恰当的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对你来讲可能也不是太公平 但是我是好奇 我还问这个问题 以你的了解 中国的饮食文化 或者中国的这个 我们就叫饮食文化好了 在原梅那个时代 就是你说刚才说多少年 一百多年 两百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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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农家庆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的饮食 跟今天的中国饮食 有多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现在已经拉近了 其实清朝的前农家庆时代 是中华民族最后 到目前为止最后的一个盛世 经济口前繁荣 然后再加上中西文化不断的交流 所以他的饮食上才无可比拟 那等他结束之后 然后中国因为不断的战乱 然后再加上那个经济不振 所以然后西方的数字化 跟那个媒体 纷纷取得强势有发言权 那就由他们主导 那现在中国现在正... 面临正衰起地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一代民族 武裕胜讲的话很值得推敲 那武裕胜他讲了 他是说我们你固... 就是你固守传统 并不代表落后 只是需要看你怎么诠释 但是你如果做一切新的东西 你都不能忘本 因为你如果没有本的话 你光是靠创意啊 那个追逐新的 你也走不远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现在中国饮食界的人来深思这个问题 其实武裕胜 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他有很多成就 但是有一道菜 是因为他改良而变成现在的标准版 那就是四川的公保鸡丁 在他之前公保鸡丁里面是不加花生米的 然后那个就是呈现的方式是方块模式 切丁 切丁的 他把它改成菱形块 这样的话受热均匀 中间的部分吃起来还会有爆浆的感觉 那当然是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变跟成就 那时候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当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 吃到这道菜 忍不住排案叫好 称他为壮原菜 从此因为上游所好下必从之 从此这道菜的定型版本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在那个之前 公保鸡丁 或者是公保鸡 还有很多种变化 只是我们现在人没有办法去逐一研究 或许以后可以逐次发扬 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250年前 甚至150年前 那个时候中国人对饮食的观念和今天的观念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说维持保持的同样的这种观念 或者其中一个观念就是 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介绍的这个郭文化 基本上还是一个郭文化嘛 对不对 还是 只若是这几十年 因为凡事都追求最大的利润 对对利润 因为盘文化第一个赏心悦目 第二个自作容易 而且有卖点 而且容易复制 容易复制才可能赚大钱 然后第一个就是入门的门槛不高 再加上媒体喜欢报道 所以就推迫助燃就助长了盘文化 我在大陆吃了很多地方 现在在盘市方面真的是比以前强化很多 讲究了 但是那一锅里面的玩意儿有的还真的不如台湾的那些老饭馆 因为他们有这个顶运 而且当年的所谓的特一级厨师 一级厨师都是服务高干的 然后完工干后 后来就被挖角到 就变成富商或者是餐厅挖角过去了 而且他们也要改变 他们要改变 第一个就是要追求利润 老板总不能让你不断的在饮食的艺术上展现你的高度 一定要能够从赚钱来考量你的存在价值 那时候人就被价格化了 所以他为了刷它的存在感 只能不断的与世浮沉 就没有办法的创一格 其实朱老师讲的这个事情在今天的世界上 几乎行行业业都是这样子 都是在追求它的最大利润 对不对 是啊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在餐饮店听你言下之言 或者言外之意 朱老师是不是说在餐饮店 还有一些追求纯 纯艺术价值的这些厨师或者这些制作人 我有碰过 但是他没办法量产 他只能做给 做给这个知音或者知己 很多人不离不弃 所以能够知道了他们一些拿手菜 我觉得这是老天带我独厚的原因 你因为厨师费了那么多的心力烧出这桌菜 你居然品不出他的好处 他也觉得他的价值也会受影响 那像我最注重 我最注重汤 因为从前山东人常说 马年良的墙 山东馆的汤 他们认为他们的汤是天下第一的 河南人有不同的意见 河南人一直认为他们的汤才是天下第一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只认为是广东人最会煲汤 就认为汤的精华在广东 其实是各有所长 我们现在日本的很多汤头都从山东学过去 设计上山东的汤头也不是他们自己突如其来的 主要是慈禧太后西守 就是逃难到西安的时候 那时候散菜的一代大厨叫做李勤西安 他就很善于把水果跟蔬菜融入到积压里面 让它能够成长出另外一种风味 慈禧吃得很满意 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上指所好下壁重支 结果就从陕西移到山东 再从山东到日本发扬光大 结果是天下大势是这么走 因为会在日本发扬光大最大原因 也就是日本那时候经济实力非常强 还有行销世界 然后行销世界结果 大家都觉得日本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事实上不然 日本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过去了 只是它善于包装发扬 就变成它的东西 同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回过来看 朱老师 你个人觉得 当然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刚刚是过去150年 250年以前 现在我们回头看 150年250年之后 你觉得中国的菜 或者中国的饮食文化 你觉得会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不敢说一定是进步或者退步 但是一定会有改变 朱老师 能不能够就您的经验 给我们稍微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历史是一个钟摆 对 就是到某一方震动太过的时候 自然会修正 那从这 其实这150年来 为什么在台湾爆炒这么盛行 其实爆炒根本就不是台湾的东西 是从北方馆子带过来的 但是北方的白岸保留在台湾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还吃到很多好的饺子 煎饺锅贴什么之类的 那是北方馆的遗风 但是北方的一些菜 因为制作相对困难 也就慢慢消失了 那这种情况就让我们觉得 尤其是面条 台湾到处有面条吃 而且变化很大 但是 这个炒的文化 第一个 它 它 成菜最快速 就它要做成这盘菜的速度是最快的 我看了一个大厨师 它上面的菜牌上是三四十种 当人家切好之后 它一变面去 然后快速翻炒几下 那个调料 十几盘调料的那 它是不假思索 用它勺子一样一样烙烙烙 大概是它一道菜不到两分钟 然后马上就装盘 然后倒水到锅里面 荡一荡 又开始烧第二盘菜 所以现在就是 因为这样的因素 所以造成现在快炒文化盛行 而慢慢的也就变成了一种代表 但我觉得这个会慢慢的消失 因为等到你的经济能力够的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讲究你锅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然后 要求更高了 味道是什么 我记得我早明的时候 跟长辈们一起吃饭 那时候老桃们多 所以中国菜就有支撑的空间 那现在台湾受西化的影响很深 知道中国菜的老桃相对减少 那就糊弄两下就可以上桌了 它也不讲究 第一个时刻吃不出来 第二个 它那么卖命桌 我老板也没加薪 所以自然就消沉了 但是我觉得 我有听过亚皮 我只能说那些新瑞的食客 他们常常讲 中国菜没什么 就是生翅暴肚 生翅暴肚真的很难 第一个海生有两百多种 可以吃的有四十几种 而每一种怎么样显现它的风味 真的是不容易 然后鲍鱼 那现在大家都不讲究吃鱼 吃鱼翅了 但是我生平吃过这么多鱼翅 只吃过三次好吃 第一个材料不同 第二个师傅不同 第三个他的用心度不同 其中有一道我觉得那个鱼翅烧得特别好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柏阳的粉丝 他就跟餐厅老板讲 我只要让柏阳先生满意就好 不计成本 不计代价 就他到上环去买了好吃回来 到香港上环 光是鱼翅就买了几十万 然后就 然后就反正不计成本 然后不断的刷洗发 再熬了三天三夜 用九支鸡去掉那个高汤 这是我生平吃到唯一的好吃 另外两次也不错 但是就不像这次 印象这么深刻 还有个朋友做个高汤给我吃 我到现在难忘 因为他是先用两支鹅去熬煮 熬了以后去掉鹅 再丢一个羊头再下去继续滚 滚到最后再放12个大鲍鱼下去 对 然后就这些材料都另外他用 就是专车内国汤 然后他也曾经弄过一个汤让我喝 就是用那时候响尾蛇还能够吃 他去弄了一支大的田鼠来 然后又弄了一尾响尾蛇 一起熬一锅汤 他说哎呀这锅汤 人家说他还跟我抱歉 他说其实应该是要放猫啊 这样才叫龙虎豆啊 那今天食材差一点 只能用田鼠 然后说其实田鼠也很好啊 刚好是蛇鼠一窝 真是精彩到极点 其实这个汤是需要不断的比较去归纳 就像西方菜的精华就在那个寿司嘛 他虽然每样食材都很贵 他怎么样更提高价钱 他就要靠那个他的酱汁去穿针引线啊 吃起来才不会突兀啊 甚至相得一瞻能够有所提升啊 我达不到这一点 我也常常吃到很贵的食材 但是寿司我觉得诠释的不是那么好 结果吃到嘴里就好像不知道在吃什么 我想讲到这儿啊 朱老师您刚刚提到的一些盛况啊 所谓是叫盛况 让我意识到 这个回到我刚刚这个请教这个问题 就是一百年一百五十年两百年以后的中国饮食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我觉得那些盛况是很难继续下去的 你同不同意我的我的判断 因为那个所花的精力和收回来的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除非真的有这个达官贵人在家里养 只要说我就是出得起 你就给我做 你不要管成本 不然的话在一个商业走向的未来的事业当中 呃 朱老师怎么看这个未来啊 你是同意我的看法呢 还是你有不同的看法 我当然同意啊 因为从前最好的厨子都是家厨嘛 是啊 因为家里的厨子才能够让它发挥它最大的极致 但是我的看法可能有点跟现在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以后可能大家现在的人因为尸体不勤 五股不分 胃纳越来越小 可能我们所吃的东西不是粉状就是丸状 反正吃了饱就好 以后的科技一定会支撑这一点 以后好东西也没那么多了嘛 因为现在图片已经尽其用 但是索性 现在人类因为生育率降低 以后人口会越来越少 会越来越极端化 这些工程也会越来越少这么做 所以每个人都 LMO 那么可以 我早点试一下 我早点试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